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安卓版的抖音为例 可以全屏 也可以调整和手机一样的竖板 向上滑动 现在看一下当前系统的版本号 Windows 11 24H2 如果你也需要在Windows 11最新版的操作系统上 安装安卓App 那接下来跟着我一起操作 先给大家看一下当前Windows 11的版本号 Windows 11 24H2 打开程序和功能 选择启动或关闭Windows功能 选中Hyper-V 向下滑动 选中Virtual Machine Platform 点击确定按钮 这里请注意 除了需要安装 安卓App的运行环境 还需要在BIOS中打开虚拟化支持 安装完成之后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 这比营独防 充分开虾 后来 wenn你再重新启出 就这么滑一托 启动 想要 好 坏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点击高级设置 打开开发人员模式 返回系统选项 点击文件后面的按钮 等待启动 允许麦克风的使用权限 允许访问网络 现在运行环境 已经启动 安装APK关联工具 搜索 WSA Pac-Man 此处关联APK和Zack 现在下载 任一个Android App 以微信为例 这里可以看到 APK文件已经自动建立关联 只需要双击就可以安装 安装时需要注意 下方会弹出一个窗口 点击允许 点击允许 此时取消安装 再次双击APK文件 点击安装按钮 这里显示 安装已超时 客户端已停止等待 但可能仍在后台执行 点击完成 此时稍等片刻 打开开始菜单 就可以看到 刚刚安装完成的微信 这就是原生安卓版的微信 我们再安装抖音看一下 依然是双击APK文件 这里依然提示 安装超时 没关系 稍微等待一下 现在打开开始菜单 抖音已经显示安装完成